看8月5号的台事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抗议裴洛西访台 中国在台海实施了大规模军演 而国防部刚刚也证实 截至上午的11点为止 有多批的中共军机 军舰在台海周边演习 并且逾越海峡中线活动 根据日本防卫省所公布的 飞弹轨迹图 共军朝台湾方向发射了9枚飞弹 推定其中4枚飞越台湾 是首度有飞弹穿越台湾本岛 包含台北上空 只不过这个消息 是从日本曝光 我国也没有发布空袭警报 有军事专家就质疑 国军反应慢半拍 对此国防部则说明 国军精准掌握弹道落点 发射主要飞行路径 是位在大气层外 对台湾地面区域没有危害 也就不需要发布防空警报 陪洛西访台效应 中国启动大规模军演 发射东风系列飞弹 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是有史以来首次 但这消息却强先被日本防卫省曝光 根据日方公布轨迹 有五枚飞弹落入 日本声称的经济区 也就是台湾东部海域 还推定有四枚飞弹 直接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但国防部默不作声 空袭警报也没想 直到深夜才证实 他就通过整个大台北的一个上空 国军的爱国者飞弹是没有做任何反应 对于我们台湾的明星世纪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 不可否认的在整个对台威责这个效果上来讲 共军确实用这一手达到了他预期的一个目击 没拦截没发布飞弹轨迹 国军看似不作为 但其实早就精准掌握 没发布防空情报是这个原因 主要飞行路径都是位于大气层之外 国军用监侦系统可以精准的掌握中共发射飞弹的弹道 而且能够预测它的落点是在东部海域 对本岛的地面不构成危害 也符合接战规则 只是5枚飞弹落入台湾东部海域 日本却宣称是他们的经济海域 显示台日战略位置关系密不可分 这是跟我们那么切身的事情 但是居然他们公布的比我们快 我们是很尴尬 那个地方如果是日本的经济海域的话 那倒是说那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海域呢 也是啊 那我们也是不要跟日方抗 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象征了就是说我们跟日方 其实在这方面的联系不是这么完整 台海紧张之境 共军飞弹穿越大台北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国军全程掌握保守应对 这里是杨越达台北报道